曲名字幕 李宗盛 我們就接著問 能不能可以比照像大巨蛋做那種 逃生的那種模擬 就是 就是那種 救災計畫 你幾分鐘會逃到哪裡 那個地方可以容納多少人 可以出難防災 做一個就是 那個不是 就是炒了很多大巨蛋的公安問題 那市長那麼重視的話 可不可以做一個提照大巨蛋的模擬 這樣做出來 那 關於地震的部分 其實上次也講過 在2004年10月23日 在我們四壽山這邊 正一樣就在四壽山 有發生過規模4.3的地震 民國93年10月23日 那 雖然台北這樣能判斷是被活動鑽成 但是三角鑽成還是活動鑽成啊 所以 就是還是很希望可以做防災忧運 因為 我也知道台上各位可能都不敢 但這個不是早上發生什麼 以外誰也不知道但是 還是希望可以審慎的考慮 然後 在做環瓶的時候做生態調查 那 裡面的一些動物 那 他們就是 比如說樹上的鳥 你們會做什麼樣的保護 就是 樹會圍起來嗎 還是怎麼樣就是 可以清楚的 說明 好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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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代仙人好 我先說明一下 這個大遇難為什麼 需要做這些防火避難 的這個演練跟計算 原因是因為它在 做設計的時候 它是 突破建築技術規則規定 採用這個 防火避難的方式 去來符合技術規則 那我們這個案子 不管是A洞 B洞 C洞 都是按照現行國內建築技術規則的 規範 所設計出來的 所以基本上符合規範的要求 在這一塊是不需要做檢討的 請跟你說明一下 那可不可以說 知道我們大家安心 就算法律沒有規定 必須要做 但是你們能不能 特別為我們來做 讓我們安心 能不能做 我想人數的部分 可能大家不用那麼擔心 因為大家可能常看新聞 知道大巨蛋裡面出入的人數 所謂的這個環評的多少萬人 進出的問題 我們也是上萬人 這塊基地 不會到幾萬人 我想不會有這麼誇張的數字 那另外那個 我剛剛提到那個I等於1.25的 可能大家對這個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那可能收讀技術規則的人 會知道 I值這個數值的影響 我們叫important factor 就是重要係數 那 越重要的單位 它所需要的係數越高 那譬如說未來大家看到的到的 A洞 A洞是屬於區公所 它現在還派出所在裡頭 它的I值就到1.5 它幾乎是所有建築物的 在50%以上的設計剛性再上去了 所以我想 所有台北市的公宅 除了居住的部分 我們甚至都提高到1.25 會比一般民眾所設計的房子 愛能1.0要再更高 那另外我們在基礎的部分 我們只有打擊樁 剛剛已經一直有提到 那耐震標章跟結構外城這兩塊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要求台北市所有的公宅 這兩塊都必須要符合 所以這個是我們對自己 市府所蓋的工程的一個最高的要求 包括我們剛剛其他 其實我們三四聰明後只有提到 這個智慧建築、綠建築 還有包括無障礙 這幾個標章 只要是現行台灣所推行的各項標章 這些標章其實都是有存在的目的 跟有它的實質認證的意義在 所以我們都要求我們所有的公宅 都必須取得這些標章 所以公宅、台北公宅其實不好做 真的不好做 所以黃昌跟大陸願意來 替台北市的公宅盡這份心力 我想正在業主的立場 我們會很希望他們按照 業主所做的這些要求 要完全的做到 先這樣說明 謝謝 下一位